今天我們受到 東北季風的影響 清晨的整個北部地區的地溫 都只有在23度的地溫 明顯的感覺 秋天的味道越來越濃了 不過這天氣狀況來說 明天仍然要特別注意 因為東北風還要再增強 早晚天氣涼 你騎車的朋友保暖工作不能少 但是在中部以南的朋友 因為中午仍然偏暖 今天中午的南部地區 還有在33度的高溫 所以中午暖 早晚涼 南部的日夜溫差 相對的就是比較偏大了 另外這颱風 今年第17號颱風 在今天下午行程 未來會往北移動 到了禮拜天 你要前往日本西部的話 倒是要注意 颱風會影響到的是日本西部 很快的半天時間就通過日本了 航班基本上來說 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但是天氣條件來說 你前往日本 在禮拜天的早上的時候 就要注意了 我們東北季風 明天晚上再度增強 預估週休假期夜晚的低溫 可就下灘到20度的低溫 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先來注意到 今年17號颱風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看到 結構體來說非常的鬆散 暴風半徑目前是80公里 移動速度非常的緩慢 中心近似滯流 因為它缺乏導引氣流 強度的部分 也不會有增長的空間 因為在我們台灣附近 這個環境場 都是屬於大陸冷高壓的範圍 所以我們因為在 冷高壓的範圍之內 相對的夜晚的溫度就偏涼 明天晚上另外一個冷高壓 再度下來會帶下來 更強的冷空氣 所以週休假期你出去遊玩 晚上騎車可要注意 中部以北海邊的部分低溫 可就降到20度了 目前看來這樣的冷空氣 會持續影響到下週二 我們來看看這路徑顯示圖 先注意到17號颱風 在今晚到明天會很緩慢移動 之後會加速開始在禮拜五的晚上 逐漸的往東海的方向走 禮拜六到禮拜天的時候 就進入到西方的日本海囉 之後很快的就到達 往北海道方向離去 所以對我們來說 它沒有直接的影響 但我們的天氣 受到東北風影響之下 來看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晚上的溫度形態來說 整個中部以北都是偏涼 白天高溫北部也只有27度 南部地區在32 迎風面北部跟東北角地區 有點短暫雨 外島地區天氣晴 小叮嚀兩件事情要提醒 一個山區有霧 行車方面要注意 早晚天氣涼 騎車的朋友 要保暖